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大家好 最近又看到网上一些艺人的新闻 发生在台湾一位57岁的女星 报导说她患有后天性的血有病 原来看回文章内的内容 因为这位女星之前发现到子宫里面有些蜥肉 当然是用一个撤除的方法 发现了一个是量性的 撤除了之后 不过呢 手术后她连续吹血了一个月 而那些脚部 还出现了大片大片的乳青 第一 流血不止 指不到血 又出现了这些乳青的时候 再去医院检查 判断她患有后天性的血有病 当时来说 她在医院上打救命针 一剂是十多万的新台币 连续打了五天之后 情况就好像比较好转了 但也有一个复发性的可能性 但只是希望不要发生 这些事情可能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在你脱床上有什么帮助呢 这篇文章要看到 简单来理解一下 这个女士本身有子宫肌瘤 她认为是良性的 在西医里面来说 都是用开刀的方法 在正确的医疗 所谓西医的医疗方面 其实遇到子宫肌瘤 如果不是本身有什么问题 比如令到你惊痛得很厉害 或者你每次精量是血崩 那些 保守的做法就是不要搅拌她 等到肌瘾期之后 她都会慢慢缩小 所以一般西医的传统 都会这样的态度 保守的态度是这样做的 在我过去行医 大概四十多年 由八年开始 其实我遇过很多这一类 不同程度的流血不止 血崩 包括有些下怀人 子宫不断出血 一般西医的做法就是 睡一张床 睡她几个月 不要走路 在同学疗法 通常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的症型分析 这种流血和活动有关 活动一多 就会出血 我们会用尿剂 根据这种状况情况的尿剂 我们也处理过 原来也有好几宗 Arriginon是其中一种尿剂 我们在网上 过去应该有提及 有气势 大家去炒一下 都可以想到 也有些是因为子宫肌瘤 每次行经流血流得很厉害 可能没有其他情况 只是大量流血 有些疗剂 专门应付处理 子宫肌瘤出血性的子宫肌瘤 我有这些疗剂 也可以用这些疗剂去处理 也有些是 某些是 症年期后 荷尔蒙的失调 导致长期滑血 或者有些严重的血痰 我遇到这些病 通常都是在西医处理多段时间 结果就说我们都不能医 不断输血 如果还有子宫和子宫有关 子宫出血就割掉了 当然很多病人不想走这条路 寻求我们的方法 不需要用手术的方法 过去医处也不少这一类的出血 所以在这篇文章所说 在西医当时能够做到什么呢 子宫都割掉了 没有说子宫的肌瘤是否经常出去 不知道 总之他做了手术之后 就流血不止 在同学疗法也有很多情况 都是用手术的流血不止 伦是foster 是其中一个我们会用得着的疗剂 所以同学疗法对于这些不层常的出血 其实也有很多好的疗剂 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也有很多 当然背后可能有体质的问题 可能帮它刺掉之后 下一步的跟进就要搞好体质 在同学疗法也很有趣 在同学疗法我也真的可以这么说 有40多年经验 会员是一个很挑战性 始终有很多病人不太容易医治 在同学疗法的历史里面 哈利曼这位医生 出生于1755年 到1853年过世 他是一个德国医生 他早期发现了同类相似的原则之下配药 为何可以用这种药呢 因为这种药可以给健康的人 可以制造到某种病症 如果一个病人有相似的病症 可以用同样的疗剂 所以药是稀释了之后就可以跟治 他早期发现了这个道理 这个同类相似的道理 是医治了很多病人的 但是他发现很多病人 医治了之后 慢慢过了一段时间 很多时候会复发 他会重复又重复又重复 又用疗剂去控制 但是他很多时候都不断复发 或者不同的病会走出来 令到身体总体来说 都是有病的状态 未能够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状态 哈利曼医生不断探讨 他写了《Organon of Medicine》 就是说治疗的方法和原则 他的哲学和方法 他写了六版 最后那一版 他经常追求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到病人的病人跟着 这个最重要是如何去跟着 他发现不只是用同类相似的原则 配到某个疗剂就可以了 但是同类疗剂的群体里 很多医生过去很追求 可能我们找到疗剂 不断地去找找找找找 可以这样说 在纪录上有五千多只疗剂 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得到 要掌握几百只疗剂 这是不容易的事 所以这个方向 其实也是一种挖头路 找不到答案 哈利曼不断地转移 最后在第六版《Organon of Medicine》 那本书的医疗典故 手术里面 他就说出来 其实我们的病 很多时候万性病 是因为我们人类过去千千年以来 很多病被打压 没有好好的调整 身体就经常接受了这些药物的打压 尤其是皮肤方面的打压 令到很多病根的余音中了 令到我们现在的后一代病根 是不断地爆出来 变成急性病的爆出来 在治疗过程 我们需要一段时间 调理身体 有急性病处理急性病 有些可能因为生活的经历 过去经历 经历遇过的问题 可能有一次撞到头 然后身体就变了 情绪、心境、心态变了 在我们治疗过程 我们要了解到他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这个经历可能在他身上 中了某些余音 我们要找尿剂帮他清 所以在处理慢性病 我们很多时候发现了 表面的病暂时可以控制到 但是要跟着都需要时间 这个在同学疗法里 是一个医疗艺术 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医好身体 你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我们有很多病 我都要首先解释给他 因为大部分我们的病 主要都是慢性病 而难习症 其他医不到 他才找我们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对于我刚才跟大家分享 这些是一个 所谓简单来说 就是血奔的病 在同学疗法有很多的疗剂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应用效果非常好 是的 其实大家如果一直有收听到 我们的网台 《自然疗法与你》 余婉先生一直在分享 自己在临床上的经验 令到有很多大家认为 好像是一个绝路 或者是一个 没有办法逆转 改变的症状 只不过是现代的所谓西医西弱的方法 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 而在自然疗法 在同类疗法的时候 是很多这些慢性病 这些情况之下 都可以用一段时间 悉心去调理去处理的时候 是可以有一个复原康复的时间的机会 只不过是未找到 而有时要在体质上改善 才能得到双低章的效果 多谢袁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的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过的 或是疗症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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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